你有在商场里体验过花园式的聚餐吗 环境很好 像花园一样 稻肉汁肉饼 沾阿拉斯加长脚蟹 大酒店里面的下午茶店 这样的广式点心自助 多少钱可以吃到呢 凤爪 海骨 蛋挞 彤彤都是68块钱 唱吃的 它比较比你30%到40% 这五个菜打五折只需要102元 加送你一道菜 两刀海鲜嘛 还有个汤 三十三份吧 阿拉斯加长脚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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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呢 欢迎收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燕 最近啊 这个618年终大猝要来了 我们很多人见面的问候方式啊 也有点变了 变成了 你购物车里加了点什么 但是想一想啊 其实网络上很多店家 他们的优惠活动啊 肯定是仅仅限于某一段时间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店家呢 他们是常年都具备 美味和实惠的 快点 这本小物子 哭起 臭嘞 看看我们的王老师 刚刚还这么有信心 不过 这会儿他在算什么呀 虾脚黄三十六块 蟹子双麦黄三十二块 就是六十八块 再加一个凤爪的话三十六块 哎呦 超过也不回来 换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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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没错 一般在外面呢 六十八块钱啊 如果点一份虾脚 再加一个蟹子烧麦呢 基本上就没有了 但是在这里 除了虾脚蟹子烧麦之外呢 小糯米鸡 凤爪 排骨 蛋挞 统统都是六十八块钱唱吃的哦 今天的评价美味 我们就从自助片说起 月皇朝精品月菜 这家位于新疆湾城的月皇朝 工作日每天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 提供广式典型自助 只要六十八元 就可以唱吃将近四十种典型餐品 简直是划算到难以置信 虽然现在呢 东西在我面前啊 我不得不相信 但是呢 我还是有点小小的怀疑 你说啊 这个自助的典型跟单点的品质上 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大厨 品质上没有 就是那个什么数量上有所改变 就是打个比方 你那个如果单点的话 塞角是四个 我们就考虑着人数的问题就是 自助里面就给三个 对 但是呢 食材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 就是没有什么改变 食材都是比较新增是现包现做的那种 没错 所有的点心都是现点现包现蒸的哦 而且做点心的都是有二十年经验的广东师傅 食材方面也完全没有因为自助而打折扣 就比如广市点心招牌的虾脚黄 它里面包的虾仁就是 给大家看看这虾仁有多大啊 有没有 这个就是虾脚里面的虾仁吗 是的 是的 这个整个是2630的 大厨在跟我说专业术语啊 2630是什么 代号吗 2630就是等于一斤虾有26到30个 那一个虾脚里面大概会用到多少呢 一个虾脚用到是一个半 一个半虾 还能用到一个半啊 是啊 2630的虾仁肉质更厚实 口感更好 成本也自然更高 除了虾脚黄 尺脂蒸凤爪 也是选用进口大凤爪 一个处理完之后还足有12厘米长哦 它家蒸排骨上的金蒜 都是自己炸出来的 就连里面的芋头也都是精挑细选的 另外 除了点心 68元的自助里还包括蔬菜 主食和甜品 一次就让你吃到尽兴 月皇朝精品月菜 68元就能吃到的正宗广式点心自助 对于老克勒蒙雷港呢 这一家心力茶西菜馆是一定不会陌生的 在上个世纪的时候能去这家吃饭的多半呀 都是老板级的人物 但现在呢店里的价格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很清明的了 就比如这一本菜单 近十年来这价格的增长速度啊 可以说是比蜗牛还慢 人均六七十 你就可以吃到一顿美味经典的海派西餐了 同样是西餐这一家新店 龙城和牛在性价比上呢 也是不甘示弱的 你想啊 去西餐嘛 一杯幸送给我的哟 滴子披萨啊 牛巴啊 意大利面啊 哎呦 滴滴 雪尔茄子啊 但是 你可仔细听好了 在他们家啊 这样一套套餐只要 六十八元 这么老比尼啊 虽然菜很平价 但是大厨却很有身价 他们家的陈国玉师傅 有二十年的西餐厨林 还曾任职于五星级酒店西餐厅 所以味道嘛也是有保证的 接下来我们转战本邦江这片 来到这家深梦花园 这家可以说是隐藏在户上的 一个世外桃源 各式花卉装饰 在餐厅的每一个角落 就仿佛身处在花的海洋 而且餐厅里不仅有本邦菜 还有川香菜 江浙菜 创新菜等等特色的菜系 更重要的是 人均一百左右的价格 就可以让聚会吃饭 变成一种享受 后来这边聚餐 应该是不有面子吧 各种花卉点缀期间 而且很浪漫 这个房间很漂亮 有人正在布置房间 进来看看 哇 应该是有小宝宝 在过生日啊 有气球 还有对他的一些祝福之类的 不过是这么浪漫的 这样一个布置 应该花费不少钱吧 我们这边所有的布置 都是免费的 无论您是宝宝宴 生日宴会 商务宴会 老人的寿宴 都会根据您的喜好 免费布置用餐环境 就算没有经过布置的包房 那也是相当的精致 还有花园式的大厅 和可容纳几百人的大型宴厅 一家餐厅 如果能适合多种类型的聚餐 真的很方便哦 环境很好 像花园一样 很美 吃饭很舒服 很享受 服务员挺好 然后你们能提出什么要求的 他们就尽量满足 生日聚会啊 我生日满月啊 什么周末啊 对吧 都是喜欢到这里了 这么精致的环境 当然也得有精致的菜品啦 等等啊 我面前这么一大桌 不过大厨啊 其实我点菜上面 还是有一点顾虑的 我想要那种呢 既有特色的 又得扎台型的 不知道有没有推荐 肉饼蒸蛋知道这个菜吗 这个我当然知道啦 我们这边有一道菜 叫烧肉汁肉饼蒸 阿拉斯加长脚蟹 我们利用那个传统的 肉饼蒸蛋的这个原理 然后把海鲜 融入到这道菜里面 再放上花椒酒 更适合上海这边的鸡肉 要保证鲜味 阿拉斯加蟹都是 现点现做 肉饼也是大厨 甄选的猪腿肉 配以多种调料 手工拌匀 还要加入鸡蛋提香 再配上一整只 阿拉斯加蟹 浇入花雕酒 把多种鲜味 融合在一起 这样一份阿拉斯加蟹 158元 即时会又炸台型 还可以品尝到 这样的海鲜新做法啦 好吃的 它有那个猪肉的香 它是那种酒香 猪肉的香 很好地把那个 蟹肉的鲜给提出来了 鲜上加鲜 再加鲜的感觉 你看啊 在这样一个精致的环境里 品着美食 那肯定能满足 长辈的需求 还可以有自己的小情调 生梦花园 在花园式的用餐环境里 品尝高性价比 融合菜 接下来我们来到 位于共和新路上的宋园 宋园最先被大家记住的 就是位于一楼的 宋园茶艺馆 沟上知名情景喜剧 红茶坊 几乎全城都是在这里取景的 而楼上听书喝茶 至今也保持 十元一杯的传统 而现在来这里 富光可以品茶 还可以选择在楼上用餐 价格更是实惠到 不敢相信哦 本邦江浙篇 宋园 楼上餐厅之前都是以私房菜为主 而现在更多的是接待周边的居民 菜品主要是江浙菜 结合台洲小海鲜 加上名档点菜 新鲜实惠一目了然 大家看一下我面前这些菜 有醋溜鱼片 咸肉蒸娃娃菜 素汁鲍鱼土豆色拉 还有蟹粉豆腐 这五个菜原价是205元 但是在工作日的这个午室 打五折只需要102元 这还不算什么哦 只需要你点满100元 还会在家送你一道菜 比如说今天是周二 送的就是69元的 葱有小扇贝 100元出头 有荤有素有海鲜 是不是超级划算呢 除了工作日午室半价以外 这里还有很多特价菜 像店家自己卤制的碳烤牛肋排 原价是198元一份 现在只要138元就可以吃到哦 而波士顿龙虾 平常都要三四百一斤 活动期间只要198元 就可以吃一只 所以啊 这里都被食客们当作食堂 都有自己喜欢的明清菜品哦 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审舍 它这个审舍很嫩很嫩的 因为也把这里当成食堂一样了 众人既可悠闲的品茶听书 又可特价享用精美菜品 再过几天啊 就是端午节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 都会打响一场 悄无声息的粽子大战 今年也不另外 那面对邦龙万象的粽子 今天大家想好吃什么了吗 其实不管粽子的口味 再怎么推陈出新啊 最信任上海人的呢 还是那一口传统的老味道 今天我就为大家找到了一家 土生土长的上海粽子店 他们都称它为农家粽王 接下来的小吃片 我们来到这家张小妹粽子 这家店就开在四金公园斜对面 距离四金古镇仅百米之遥 不仅仅是在端午 一年四季 他们家都只卖粽子 开店近二十余年 出品的粽子在松江 可谓是家喻户晓 有的顾客一买就是一后备箱哦 我就是想吃他们家粽子 所以饱餐特别过来的 我每年都过来买的 这次又是一百多个 我已经吃了将近二十年了 他们家粽子关键分量大 一个将近半斤 软怒香滑 有时候经过这里 就买几个带回家 从来没有那种吃力的感觉 受食客青睐的 就是这款明星产品大肉粽 甄选的肉馅 都是每日新鲜采购的后腿肉 再配合颗粒饱满的 安徽糯米糯香美味 就连粽叶都只选用 汁水丰富的 凌峰新鲜竹叶 与糯米结合重斥留香 而且从糯米的洗烟 肉料的腌制到蒸煮 每一步都是层层的把关 我们家这个粽子呢 已经传承了三代 外婆已经103岁了 哇 那很高瘦耶 那所以外婆其实有很多 就是制作粽子的时候 这种小诀窍小秘诀 对不对 其实呢也没什么秘诀 只不过是我们坚持了20多年 专门做了同一件事情 要说秘诀呢 就是四个字吧 真材实料 不同于那个三角粽 是枕头粽 每一口咬出来都有馅料 馅料实足 用新传承的态度 才造就了张小妹的经典味道 每一只粽子 均是手工制作 那边排队买粽子 这边现场裹粽 热闹又繁忙 值得一提的是 张小妹粽子 采用统一蒸煮模式 保证受热均匀 这一笼可就有一千只哦 在高温铁锅中 焖制八个小时 既能确保粽子熟透 又能最大程度的 激发鲜肉与糯米的融合 口口都是鲜 香 软 糯 想问一下 你们这个每天 要蒸八小时的话 那一天可以就是 蒸多少轮啊 我们是二十四小时 不坚弹的蒸煮 然后正好是三轮 一锅的话 大概一千个左右 每天三轮 也就是说一天 可以蒸好三千个粽子 但你能卖掉 三千个这么多吗 一天 三千个是标配哦 是标配 对 那多的时候可以卖到多少 多的时候将近要一万个左右 要卖到一万个 不仅如此 张小妹粽子不做真空包装 支支都是新鲜美味 而且在当午节当天 会切断网上的订购 只卖线下散客哦 为的就是让街坊邻居们 都能吃到美味的粽子 好好吃哦 真的料很足很足 其实你还没有吃到嘴里的时候 你就已经闻到这个 粽子的肉香味 每一口香气都是超满足的 而且一点都不会粘牙 因为它是很油热的这种粽子 吃到嘴巴里口感特别特别好 除了大肉粽 门店还有许多 用心传承的经典味道 像咸甜适中 口口美味的咸蛋黄肉粽 各类物美价廉的甜口粽子 每一款都已经相挑万家 口口都是浓浓的街坊情 张小妹粽子地道农家味 真材实料看得见 像现在这个天气呢 晚上去吃个夜宵 撸个串也是不错的选择 像在定西路巴黎春天的四楼啊 就有一家 阿里巴巴纯镇东北烧烤 他们家的三到四人套餐啊 只要138块钱 这端上来的时候 可真的是满满一桌耶 除了有各式烧烤呢 还有招牌的毛肚锅 里面的毛肚呢 不仅肉质很厚实啊 而且吃起来啊 浸在红汤里面 也是又麻又香 最后捡餐片 我们新来给陆家嘴附近的白领们 解决午餐难题 因为这一家汉宫白领餐厅 可是陆家嘴高档商务楼里 难得的实惠餐厅了 这种菜下来30 20多块30块左右 我点了两道海鲜嘛 还有个汤 一共花费是33.8块 这种菜总共花了18.8块 中午这种菜花了16.8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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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吃的这一餐 是不是非常丰富呢 应该说啊 里面是有荤有素 有汤有主食 还有一杯这个果汁 总共加在一起呢 是30块3毛多 在陆家嘴吃饭 这个价格也确实是 找不到第二家了 而且这里不仅价格低到 不可思议 就连品种也是丰富到 让你眼花缭乱 这里不仅有中式快餐 兰州拉面 重庆小面 本邦熟食 还会有甜点果汁等等 这里不光品种丰富多样 品质也是有保证的 所有的大厨 都是专门从饭店 和五星级酒店请来的厨师 而且不同于食堂的 大锅翻炒提前备菜 这里的一锅 出来只有25分的量 现做现卖 保证每个人吃到的 都是新鲜热乎的 汉宫白领餐厅 陆家嘴商圈的超值白领食堂 这一年来给西加尾三区五金 看了这么多三位 游户城的小弟 就去哪 我们发现了 就比如这一家 红猪卤肉饭 没有门头 没有招牌 唯一的餐照物 只有路牌 你看上去 位置很隐蔽 但是他们的生意 是丝毫不出商朝里的 那些热门餐厅的 你看像他们家 这样满满的一碗 卤肉饭和鸡肉饭 只有三块而已 能想象过 三万里想吃一顿 来给伊拉奥里 好吃好吃的 见餐天 位于南京西路上 瑞欧百货内的 A苏西欧丰寿司 他们家做的是 即食寿司 在讲究速度与新鲜的同时 还兼顾美味与精致 比如这份 仅售68元的 A苏西寿司 不仅造型别致 还可以同时吃到 各种不同的口味 从颜值上来讲 这份寿司 绝对达到了日料店的标准水平 但是如果你是个要求很高的人 觉得精致程度 离你心里的标准 还差那么一点点的话 没关系 和这里还有个杀手锏 超级漂亮的欧式寿司 有没有像那种大酒店里面的下午茶点 这样一份也很实惠 单价很便宜的 一个只要八块钱 这个颜值绝对可以说是从经济舱 直接跳到了头灯舱 既然叫欧式寿司 在摆盘上就与传统寿司不同 西餐的摆盘方式显得更为精致 这些寿司不仅都有好听的名字 并且每一个都有大厨的巧思哦 这两个是用海苔包起来比较常见 但另外这些外面包的食材各不相同 这个透明的是什么 这个是越南的春卷皮 这个是色拉菜 这边是火汁的三文鱼 这个是牛油果 这个是黄色豆皮 这个是凌花酱的粉色豆皮 我就算去到日本 我也没有看到过人家寿司店 用这样做法的 你是怎么会想到的 因为之前我都是在欧美工作的 然后像这种传统日料结合西式做法 其实在欧美现在是很流行的 那上海是我的故乡嘛 所以我就想把它带回上海 这份欧式寿司 上面所搭配的食材也很西式 寿司不仅可以搭配 蟹肉色拉 芒果三文鱼 竟然还能搭配薯条 因为每一个寿司 外面包裹的食材不同 制作起来也就相对比较繁琐 所以这份寿司每天是限量 这样一份外观精致 又讲究的寿司 味道一定是值得期待的 鲜 甜 还有清香 你一口咬下去 那个芒果的甜味 马上就出来了 A Sushi 欧风寿司 精致欧式寿司 也能实惠吃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大家也都来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了 我是王烟 拜拜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这么辣脆的面包包 哪里找的啊 这个只有晚饰才供应的 这是一份尽心为你制作的 美食排行榜 为你护上吃喝玩乐 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 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果不会不能吃 或按正宗 最上档式的传菜 想了解附上更多资讯 锁定陶醉上海